黃國昌 哇賽他昨天真的對國民黨超貼心 國民黨在議場 弄了一個 黃國昌市長不用選的啦 弄了一個帳篷要開始這樣子熬夜 有沒有 這個時候黃國昌趕快跑過去說 我要加入國民黨的這些夥伴 我們要一起守這個門 然後傅崑崎當然就很感動啊 傅崑崎就這樣 陰陰了 陰陰 乖 乖 你好乖 這是什麼畫面啦 這是我摸我家兔兔的做法 太美了 小黃來 小黃坐下 小黃起立 我要先從這張圖裡面我比較不熟悉的 精品名牌衣講起 這一件衣服是Poro Poro Black and White 這件襯衫男士黑白春季 新高爾夫服 5436 這個叫做隨手碾來 不像徐曉鑫還要故作姿態 他今天 今年春季當季的 當季的 當季的 2014當季的 那應該他最便宜的一件 因為他要打高爾夫球 對他要打高爾夫球 然後 像中東錦 他甚至是拿那個高爾夫球 一件五六千的當競選背心 全台最貴 我們背心一件做三百塊就在那邊比場商比的鑰匙 所以這個叫信手碾來 這個才是 真的有錢 徐曉鑫那個叫做 顧作姿態 還有這邊拎個包那邊穿個衣 我們 出來 休閒服就穿這種的 還有謝依鳳有沒有 夏田的時候T恤穿一件四千的 這個才叫信手碾來 這個才叫土地的主人 還不像松山心意那一位 故作姿態 很怕別人不知道他有賺錢 來 肅然起敬 這個在我們那邊 隨地可見 這個是傅昆琦在開直播 然後呢 黃國昌跑去蹭 黃國昌在旁邊也開一台 在播的時候 傅昆琦的直播台叫 中叉電視 我們都要拿手機在那邊播 人家就電視台去那裡直播 看多爽 你沒差 很多 聽說要包圍韓國瑜佔領主席台 我想第一個衝上去保護韓國瑜的 你猜猜是誰 那絕對會是 黃國昌 我們那天要拿哨子吹吹看 是不是黃國昌去保護韓國瑜 哇塞 還不用叫 直接吹哨 逼 黃國昌衝 然後咧摸摸頭 摸摸頭 來這個 我要回到 2018年選舉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在罵韓國瑜 然後呢 我被路人吐彈 然後這個跑來跟我嗆聲 把我們的牌子折斷 宣傳紙丟在地上 然後對我們罵三字經 我那個時候就很好奇 這個人壞得很明顯 只是大家還沒看出來 還記不記得我在年初 剛回來九四要客數這邊上當節目的時候 我就說黃國昌這個人就是7382 對 這個7382後來成為網路流行語 變成黃國昌的標籤 現在一步一步的顯現出來 黃國昌這10年啊 從幫忙衝議場 衝國民黨議場的這個學運領袖 變成幫國民黨顧議場的 這個國民小弟 國民黨的小弟 這個變化 除了非常大之外 人格也非常分裂跟衝突 很早就跟大家講說 他接下來要衝康的 一定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不相信 民眾黨有國昌這樣子一個戰將 怎麼可能背叛民眾黨 到今天為止 還沒有看到他出來替柯文哲說什麼話 柯文哲今天要打這場仗 為什麼徐曉星可以撐到現在 我左邊一個葉原資 我右邊一個羅志強 我前面一個韓國瑜 我後面一個傅崑奇 你們怎麼打我會怕嗎 我是在被大家觸擁著 這個叫黨的力量嘛 柯文哲現在面臨五大必案的時候 他可以左手拿著黃珊珊當法律的盾牌 然後去跟李四川對抗 你講什麼我講什麼 你講什麼我講什麼 我右手拿著黃國昌當大炮 像洛克人一樣裝一個這個炮管在這裡 砰砰砰砰砰到處亂打 你國民黨敢打我民眾黨 我就打你的什麼打你的什麼 打你的土地打你鹽寬人 打你馬文君 可以吧 打到國民黨趴在地上叫不敢 可是黃國昌放任國民黨欺負柯文哲 柯文哲倒下全台灣獲利最大的 就是黃國昌 所以黃國昌就是這個叫拉進來打出去 這個就是共產黨慣用的 十一姐我們待會兒吃個下午茶 下午茶的過程我們也沒聊什麼 聊聊休閒興趣運動假日去哪裡 出去之後我跟十一姐說 我就跟人家講說 十一姐說她很討厭你 她說你每次講話會講太久 然後我們那個節目都不能 我知道你流量很好啦 然後接下來她就退你通告了 這個就叫拉進來打出去 黃國昌就是跑進去學院裡面說 我們來幫忙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再跑去跟馬英九講說 好好好後面我擺平 對不對 就是這種嘛 來接下來去十二力量 我也不是很想從政 要不是因為蔡英文的鼓勵 她就蹭蔡英文嘛 不然的話我也不想從政 我當教授就好 我當中原院院士多棒 然後蹭完蔡英文之後 再來罵蔡英文躺從頭腑有沒有 有 然後接下來就是蹭柯文哲了嘛 對 下一個階段是蹭時代力量 在下一個階段就是蹭柯文哲 然後傅崑綺你要小心 被他蹭到的現在無一生存喔 被黃國昌蹭到的無一生存喔 過去在獨派團體那個喜樂島 這個之前在做台獨不克牌的時候 連民進黨的人都恨他恨得牙癢癢的喔 說哇你獨派要這個搞事 我們這種 我也是獨派怎麼黃國昌就上不克牌 你看 台獨不克牌的黑頭大老二黃國昌 現在在幫國民黨顧議場 這個人啊 蹭到我跟你講 這個比有毒的貓貓蟲還可怕 摸到就就 命就沒了 而目前為止 那他不是晚了他給他摸摸頭 完了啦 傅崑綺晚了啦 我跟你講這個摸下去就晚了啦 這摸下去一定晚了 中毒了啦 我再強調一次喔 黃國昌從政路上喔 他從政的整條路上喔 跟他共識過的被他蹭到 被他拉進來打出去的 跟他當他的老闆的人 到今天無一幸存喔 沒有一個活著喔 只有柯文哲是進行士喔 傅崑綺是下一位喔 他的號碼牌都領好了喔 你各位在支持黃國昌的喔 除非啦 除非這個機率很小 黃國昌是臥底 好像是獨派的臥底 要進去爆破國民黨的 那我們就恭喜他 但票不要投給他 不可能啦 而且你知道 要提醒一下 他們在這一場直播啊 旁邊坐的人 也都是一時之選有沒有 有寬恆 還有羅明財 哇一時之選 對 我跟你講一個立法院的 都是一些形象上面怪怪的 立法院的眉港啊 不好意思 這個這一班喔 是第一班啦 就是最爽的那一班啦 所以這一班的輩分 一定都最大啦 因為他可能是 比如說6點到8點 6點到10點嘛 然後比較年輕的 就是10點到2點 像葉原汁那種 可能就是2點到6點 所以這一班一定是 跟當兵站門口一樣 這一班就是最大尾的這一班啦 煎苦哨 煎苦哨 這個是爽哨啦 這爽哨 好 瞭解 傅昆綺對黃國昌摸摸頭啊 傅昆綺有一個新的說法 他說 因為他好頑皮喔 所以我要 嗯 乖 對 這樣講 有對黃國昌比較好嗎 就是把他當 嗯 我們通常對家裡的寵物 也都會這樣 好乖 你好乖 不要再疲了喔 我們政治 我們政治要這樣子看啦 就是說現在到底是 哪些人在合作 哪些人在對抗啦 那 傅昆綺其實是 國民黨的非主流 那黃國昌 雖然現在看起來 是民眾黨的主流 但是其實他上面 還有一個柯文哲嘛 對 所以他們等於是兩個老二 鬥在一起 想要當老大 嘿 或者是他們兩個老二 利用對方在鬥彼此的老大 所以這兩個其實是次團 在民眾黨跟國民黨是第二線的人物 了解 對 然後但是他們合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他們有影響力嘛 這個 這個路戰很強吧 這個不用解釋了吧 對對對 這個空戰很厲害吧 這當今沒有對手了吧 對 所以這兩個合在一起 見神殺神見佛殺佛 其實是這一組嘛 那這一組又各自是 政黨內的鷹派 所以他就成為一個 很衝突的 很強壯 好像每天要製造議題的人 而這一群人怎麼分辨 你看喔 如果是傅昆綺這一派的 立議院黨團 國民黨立議院黨團 講什麼 我們不出席總統 這個官吏就職嘛 然後另外一派的 全部都出席嘛 什麼韓國瑜 江啟臣 盧秀燕 所以這一派 就是韓江如聯盟 VS傅昆綺 那這一派呢 你看喔 柯文哲是不是還可以去 總統府 這個跟蔡英文聊天 那還可以 也要參加就職典禮 那黃國昌是什麼東西都拒絕 所以他們的這個合作與否 其實當然就是對 民進黨的鷹派跟鴿派嘛 所以這是國民黨跟民眾黨的鷹派 合在一起 這個會有一個問題 就同文層 已經很同文層了 藍白已經有一個 反討厭民進黨的同文層 在這個同文層裡面還有 要處決民進黨 極端派 對 他們其實是藍白的極端派 那這一些人 如果聚集在一起久了 會膨脹 會覺得自己最大最多最正確 所以他們需要儀式 他們其實是像邪教一樣的 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又互相要吃這幫豆腐 傅昆綺當老大當習慣了 他說 他很頑皮啊 黃國昌說民進黨可能使用什麼戰術 文攻武嚇啦 我跟你講這個也是很不要臉 這不是傅昆綺是黃國昌都在利用以前的資源 知識跟人家 跟他合作的過程 這個如果是真的 黃國昌就是無恥而已啦 來黃國昌說 武鬥就是傅昆 副總招負責 輕鬆的都給你 辛苦的都交給我 所以才摸了黃國昌的頭 就是他覺得 這個就是他們兩個的較量 實在是我要分析這個 黃國昌覺得國民黨沒頭髮啦 所以你們去攝影機啦 然後副問題就想說 攝影機撈火的 撈火的都是我 你坐在那裡出一支嘴啦 好看你的談啦 就是連這種東西都在較量 這兩個根本就是 就不同心嘛 這個叫陳玉珍 他說盤點南偉戰利 我們還有戰地女戰神 陳玉珍衝過去 不管男生女生 都像被頭腦骨撞到 我不評論啦 好啦 總之 這個藍白合作的聯盟已經成形 那尤其是在立法院裡面 立法院一定要聲量 要鷹派要講話 所以他們兩個的聯盟 是基於這樣子的政治利益 了解 感謝3Q 好 我要請這個阿苗短評一下 你怎麼樣看黃國昌 他過去的發文 哇 罵傅昆琴 全貴犯罪果然不一樣啦 等等等等 傅昆琴只判8個月啦 太輕了啦 等等的 如今被摸頭 黃國昌他想要走的路線 非常簡單 就是他想要取得這個 直通2026的特快車門票 為什麼要特快車 因為如果說你2026 要選縣市長 那真的很苦啊 你要先從這個一般來講 運氣好的從立委開始蹲起 運氣不好的從議員開始蹲 蹲了一屆 兩屆 三屆 四屆 都還不一定有機會喔 那這個黃國昌他的從政的經歷 他是人中之龍啦 所以他一出手就一定要當老大啦 他不能夠深蹲啦 他就是一定要當第一名啦 所以在戲子蹲了一屆 蹲不下去對不對 然後後來呢這個 還虔誠了一陣子 變成網紅直播組之後 現在呢到台灣民眾黨當第一名嘛 可是機首可能還是牛后啊 台灣民眾黨的第一名 放到國民黨裡面 可能人家也還沒有把你看到眼裡 對啊 那怎麼樣在2026 搭上職通新北市長的特快車 你一定要在這個時候馬上勾上 國民黨內有實力的人 讓你在國民黨內呢可以直接往上竄嘛 所以2026齁 為什麼黃國昌現在這麼積極 因為他的立委任期只有兩年 立委任期只有兩年 他要趕上這2026這班車的時候 他必須要在 他必須要在2025年底前 把他自己新北市長的民調拉成藍營第一才有機會 沒錯 所以步調要加快 對 他要在2025的時候 就成為藍營在新北市的共主 才有機會 所以他腳步加快 所以他做的程度也讓人覺得 哇 加倍加倍 是的 沒錯 所以大家要注意喔 他會採用什麼戰術 高宏安戰術 就是先在空戰上 讓自己成為藍營的第一名 然後輾壓下去之後 不管藍營新北市長提誰 都變零跟忍 都變零跟忍 他的戰術就是這個樣子很清楚的啦 所以他現在不管是誰 你說傅昆奇摸那頭 他是傅昆奇小弟 我告訴你 傅昆奇換韓國瑜 韓國瑜摸那頭他也會給摸 朱立倫換摸那頭他也會給摸 反正總而言之呢 只要是能夠讓他在藍軍當中獲得肯定 獲得認同 獲得藍軍選民喜愛的對象 黃國昌就會跟他非常的友好 了解喔 經過阿苗這樣的分析 我終於理解了他的策略 加倍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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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